各位亲爱的观众老明大家好 感谢收看丧老大师为您带来的刀塔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1到2022赛季的声音联赛 这个声音联赛的参赛队伍呢 在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因为我忘了我之前没传过这个比赛了 那么这个比赛的他一共是8支战队参加 分别是6支西欧赛区的S级队伍和2支东欧赛区的队伍 东欧赛区的两支队伍呢 分别是Team Spirit的也就是TI10冠军和Navi战队 而今天的这一轮比赛呢 我个人感觉是这届比赛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最期待的一场比赛 这个是TI8加TI9冠军对战TI10冠军 所以说这个这两支战队的比赛可以说也是相当的有看点 虽然说TI8TI9冠军对OG目前这五个人 没有一个人是之前他们夺冠的成员 但是呢这支战队也是有很多新人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至于Team Spirit就不用给大家多介绍了 因为毕竟他们是刚刚拿到了这个TI10的总冠军对吧 所以也是势头正胜 看下这辆比赛双方的阵容吧 由于更新了版本 所以呢这边Team Spirit也是选择拿出了一个小松鼠 小松鼠来秀一波皮肤 这个不是开玩笑啊 因为今天在这个比赛之前 其实南丘边位子就已经表示说 有大概率可能会看到他们去选择这个小松鼠啊 小黑之类的英雄 这支战队的风格就是这样啊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 所以呢 嗯果然他们也是拿出来了这个英雄来秀秀皮肤 那在最后一手 Spirit这里拿出来的是巨魔战将 中单的蓝猫 然后三号位的军团 古诸位的小精灵 加上小松鼠 而OG的阵容呢 则是 这应该是个大哥位的TA啊 优瑞的TA 然后中单BCM的这个子猫 加上三号位的马尔斯啊 ETF的马尔斯 四五号位呢 是泰迦的老奶奶和五号位的一个电眼角手 呃不是 抱歉 这场比赛 哎 这场比赛居然没给泰迦去用电眼角手 让米莎去用了电眼角手 泰迦去用了萨尔的一个英雄 马尔斯 萨尔 呃 紫猫 TA 老奶奶 这个萨尔的发挥空间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场比赛他们一个阵容很好去打先手 哎 没有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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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 这让主播非常的尴尬呀 非常的 尖尬啊 为什么标题写的直播间标题写的是2020啊 我写错了 我想写我应该是2021 我去改一下这个标题 改一下标题啊 咱们直播间的标题我可能当时我可能太怀念去年的我了 毕竟去年的我比今年年轻一岁是吧 呃 这场比赛呢 OG这边的阵容一号为TA就不用多介绍了 这个东西是 呃 这个应该是新皮肤吧 TA的 TA的这个新皮肤是不是连人物模型都一块给改了呀 好家伙这一群平衣的人 辅助精灵有什么常规常规出装推荐吗 辅助为小精灵的出装是最最最最最简单的 呃 开始的时候你就随便带一些补给品 你愿意带什么就带什么 反正随便带一些补给品就对了 然后呢再去出一些 这两个出魔伴出小魔伴 然后更新大魔伴 然后呢开始做这个没肯 那就对了 很简单非常简单 当比赛这个算了 我们去用东欧的这个欧币吧 东欧的欧币也是相当不错的 大叔看好哪边的阵容是吗 请问一下身心算不算绝版 以前呀他这个刀塔的这个皮肤啊 他有可能会绝版 现在这你说不好是吧 说不好 他没准的给你 没准他会把原本绝版的东西呢 再重新做出来一份 然后把原本的那个加上两个字啊 叫什么比如说以前的那个叫纯正 以前那个叫限量版 以前的那个叫什么这个联名款 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其实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加个名字 就跟现在的市场上那些 告诉你什么限量款 那些坑你钱的东西是一个意思 所有的东西都是攻略化生产的 他所谓的限量就是跑到工厂说 你们这个东西就今年就生产这么多啊 然后他就叫限量款了 然后就可以翻三倍翻五倍翻十倍的卖给你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不用想太多 然后比赛一开始呢 这边蹲了一下 但是这个巨魔战将前期还是稍微有点硬的 而且巨魔战将里边因为他是 呃 这个英雄他一级这边选择加了一个非复活 看一下这给上一枪 然后过来去挡一下 看看这个挡一下 这边 这个小松鼠这边也是被对方给电的够呛啊 这个小松鼠关于之前有观众纠正了一下我的这个发音啊 他的这个发音实际上 他的发音不是完全的 他不是来自于英文啊 他这个名字不是来自于英文 好像是来自于罗马尼亚语 还是什么 叫麦泼士卡 但是这个名字用咱们的这个发音念起来 尤其是用汉语 你要需要考虑到他前后的这个 的音节的一个衔接的话 就一个麦泼士卡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怪 所以咱们就还是按照咱们以前我个人习惯的这个念法来念啊 希望这里大家跟大家说一下 这样比赛中路的这个 哎 中路这边紫毛似乎是掉线了 站在原地没有动 这样的话 这个紫毛实际上是亏了一波正补的 实际上是亏了一波正补的 青红和普通 青红这个东西好 是不是好像是有一些特效的呀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之前这个小卡尔吧 是小卡尔嘛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他最坑的就是 在长相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你知道吧 长相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就是名字稍微改了一改 这个就很坑 这个紫毛这里连回来以后呢 因为刚一开始这个卡顿和掉线啊 其实BZM这个开局是亏了一些的 他真的是亏了一些的 他至少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亏了两个补刀 但是这两个补刀的话呢 我们姑且不用数量去衡量他 因为他至少影响了他干扰对方补刀 和影响了自己的补刀有两个 所以这波开局的话还是亏了不少 虽然说这个英雄本来打不过对手吧 大陆巨魔战将去打马尔斯这个英雄的话呢 占不到什么太大的便宜 因为巨魔战将这个点 他需要去配色一个 像小松鼠这种英雄就不行了 小松鼠这个英雄他前期的输出太低了 巨魔战将他需要一个要么 有这种长时间的减速 廉价的长时间减速 要么就是有那种能够辅助他给上输出的英雄 他自己去提供这个减速和持续输出 队友能够给一个爆发 这样的话在线上都是可以找到一些 这个击杀对手的机会 以此来创造一个优势 这波还行 这波抓到对手萨尔这个一个失误吧算是 萨尔这个英雄在游戏的前期对线的时候 是最弱的这种前期对线英雄之一 这个英雄在什么情况下能占便宜 二打一的时候 二打一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不停的去吃芒果 然后垫对手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占到一些便宜 但除了这种情况以外 只要是二打二 打不过萨尔这个英雄的酱油不多 这个很负责的告诉大家 这边中路的蓝猫现在已经是22-2的一个正三母了 我们把紫猫这边的15-0 但是其实这个正三母对于蓝猫来说 优势那么回事 优势那么回事 这边蓝猫跑 我就想去控对面的这个赏金服就 把对面的赏金服给抢了 东路的主要 哎呦上路这边 nice啊 上路这边直接是把对手的一个TA带走了 军团家小技能硬梳梳梳是追到最后一个压倒性优势 把TA给击杀了 那这样的话 TS这边这场比赛开局的优势就有点大了呀 两个人头已经有1000加的一个优势了 这个还是有点厉害的 看看这里卫柄砸一下 但是打不死啊 这两个人的伤害在这个阶段是不太够的 这一枪 哎这一枪没有封到对手的军团要出事了 完了 这边这个对方的军团上天了呀 这个军团直接是强行击杀掉对手的一个DN决手 这边打完了以后 上路这个线站不住了 军团这个英雄前期你让他这么杀你两次啊 还有一个小精灵跟着这个线你站不了了已经 没法占人了 但这个待会就要继续被对方的军团强杀了 下路这关呢 又是萨尔再次被对方给击杀掉 OG这场比赛开局被对方打一个0比4 果然是要被对手碾压的一个状态 呃 Team Spirit在这个比赛 就是这一届比赛 这是他们的第二轮 他们的第一轮比赛是战胜了TE 战队 而且是2比0可以算是碾压吧 可以算是碾压了对手 呃 前期不强后期不强 这萨尔为啥要选 呃这个英雄在团战就是阵容吧 不说团战阵容如果是一个主动进攻 欲望和能力比较强的阵容的话 萨尔的英雄特别厉害 这边上路 这个这个已经没法打了 现在上路就属于是军团基本上想杀你就顶着他就强杀了 这个英雄现在已经不需要跟你讲道理了 他已经是一个完全全的就是一个无赖了已经变成了 这个是这个强杀了压倒星球是给一下吗 没给他还是选择把这压倒星球是留着 这波没上 因为防止对方从这个中路过来 这波肯定要叫杀一个 无论如何要杀一个 这波必须要杀一个 交多少技能都要杀一个 这个残疑没拉住 哎这个残疑没拉住就有点尴尬了呀 这个子猫技能给的 比赛M这一波这个子猫的操作其实是有点变形的 这波没杀掉的话要被Spirit这边直接在上路继续去肆无忌惮的去欺负了 军团这个英雄前期你是不能让他拿到这种优势的 一旦你让他拿到这种优势的话 这个比赛就会变成一个单方面的吊打 这个英雄特别不讲理 军团的英雄特别不讲理 你一旦前期让他拿到优势以后 他就开始不停的去顶着你脸上去A你 然后你还没法跟他对A 你跟他对A的话就有可能会触发的被动 你触发了被动以后他A你他同时还回醒 哎这下路这又要死 这个拆下的萨尔这个英雄玩的真的是有一点点的 那个跟他的老奶奶相比的话实力差的真是有点多 这关ETF的马尔斯肯定也是死了 但是这个人头最后是蓝猫拿到 另外一侧呢 巨猫山匠跟小松鼠已经选择去找这个太大的萨尔了 不过这波没有找到 其实刚才他们早就可以去先杀这个萨尔了 那帽子打完了这一波以后呢 也是果断回到中国区域就把雨上路这个地方 这个前攻给上 然后再往前追老奶奶这块直接给上一个 你看这就顶塔强杀你了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他不管这个防御塔的仇恨不仇恨的 无所谓的 这里压倒行优势直接给上 然后贴这个时候 小精灵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走位 不要让对方弹到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两个人的走位还是相当的小心 nice 碾压了 这场比赛就碾压了这个节奏 军团加小精灵的这个组合在烈士路的线上 他是一个比较就是一旦你让他拿到优势以后 他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去滚雪球的这么一个二人组 请问一下今天几场 今天的比赛一共只有四个BO3 但是我最多给大家播两个 因为现在这个体能不足以支撑我去播四个了 能这个精神饱满的给大家在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状态下 播完两个比赛我觉得这个比较做事 而且今天比较重头戏的比赛也都是在前两轮 后两轮比赛看点确实不多 现在7比0 8分钟7比0的人头数 加上3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差 OG这个战队他们现在的一个 从经济情况来看的话 大哥位的TA被打爆了 三号位的军团 三号位的马尔斯跟对方的巨魔倒是差不太多 东单的子猫经济呢是几方第一 但是跟蓝猫已经被拉开了800的一个差距 而且对方还有一个更肥的军团在上面 再加上军团这个英雄一旦肥起来以后 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是什么呢 在你不是大量的人一起跟我在这个地方待着的情况下 一起来抓我的情况下 军团是可以一个人压迫你的优势路野区的 蓝猫这时候过来抓一下 那这波这个老奶的这波可能就没了 紫团只能回头给上一个评射 这波也还算可以吧 被对方的小精灵加蓝猫两个人收掉 那么给自己的队友当了一波预警机 然后炒掉了这个蓝猫大概一半所有的蓝 但是那个有小精灵在 蓝猫山上也已经有了红剑加瓶子 第一个装备呢 紫团现在大概出了有接近一半吧 我知不知道为什么打雪碧都这么费劲 你这话说的就离谱了 人家雪碧是铁石冠军啊 我去 牛忌是 牛忌是一个刚刚组建出来的队伍 这个队伍人员凑到一起 连俩月都没有 看看BZM这波被对方一直在追着捶 还加一下 nice 直接带走以后呢 拆下这个地方过来以后 其实有点要买一送一的这个价值 从南过来以后给上一奥型模式 这波呢小精灵应该是没有连线了 这波小精灵肯定是没了 人头最后是被TF的一个 直接来了 不过现在人头数来到9比2以后 团队经济没有进一步的快速的拉开 证明这一小段时间勉强算是稳住了 但是这个TA这波感觉要走远 蓝猫这边直接是超远距离飞过来 没蓝了 优雷这里选择是原地直接隐身 诶 这边的这个残影撞掉了 猜到了就看不到对方的位置了 直接军团刃甲决斗 拿到攻击力也没思思 这个残影放的位置刚刚好 撞到对手以后呢 猜到对手的位置 直接一颗真眼差了 ATF天梯是不是喷了Mira还是TS的水 这个不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确实不知道 现在ATF的这个马尔斯 从装备来看的话呢 也是赶紧去出跳刀 出来带节奏 现在整个场上ATF出来的话 有点尴尬 军团这场比赛 虽然前期是一个无解肥 SAR这边三四没用了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用了 他这个恶念皮士就算是看回来 也没有用了 因为技能到时间了 大招到时间了 这边军团的一个决斗 决斗上去有队友帮他把这个 SAR干掉 让他拿到攻击力 这样的话20点攻击力到手 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出跳刀 现在的这个军团 已经逐渐的开始朝着 具备去单杀对方大哥位的 这个方向去了 这边军团给自己加了一个强弓 扛一会儿卡 紫毛上来直接把兵线给清掉 打算是把中部的卡 稍微拖一会儿 看看小精灵带着的猫飞过来以后 那里边马尔寺来了 这个肯定是否备了 看看这一波 小精灵挨拉住了 可以 这样的话小精灵可以杀 这样的话 现在人多数11比3 差了9个 蓝猫这里拉住鞋 这个应该是跑不掉 这个应该是跑不掉了 虽然是在努力的 还在拖时间 他那边应该还想再拖 一个自己的折光出来 他这个折光如果能拖出来的话 他还真是可以等到 应该是能坚持到自己的队伍过来支援 但是就差了大概一秒多不到两秒的一个时间 这个眼 这个眼 这个眼都被排了 他在这个位置排眼排的还是比较准的 所以三个人给人个光 蓝猫飞过来以后子愿狗上 打一套 这波肯定是能杀 看看这块喂饼杂鱼 老奶奶开大长毛有没有 没有长毛的话杀不了 可惜了这个地方 没有长毛杀不了 看看攻击力拿到了吗 拿到了很极限 这个时候子猫再往上追 知道对方的蓝猫已经没有蓝了 想强杀一下这个蓝猫 蓝猫这里又是回了一点点的蓝 往里面走 这里残阴 喂饼猫还要往上拼 没拼掉 你杀的一会儿还想再上来去换掉对手的蓝猫 没有成功被对方的一个死血蓝猫在塔下嗅死了两个人 分头是来到16比4 那OG现在已经落后了7000架的经纪 嗯要被打爆了 这个已经是彻底被打爆了 中立生物K头了 有观众表说 看样子是哪个 呃 没看到哪个是之前的吗 之前的可能我没有注意到 这里军团 和蓝猫 两个人又是在中路抓了一波紫猫 BGM的紫猫 这波被对方的军团又是拿到了一波攻击力 这样的话加40了 在没有升二级大招的情况下 已经加了40两个人 那这个军团呃 按照现有的一个发育速度的话 他应该是待会儿可以成为一个可靠 非常可靠的一个大哥 而且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这场比赛现在打了15分半 我们在完全没有看见过军团 呃 完全没有看见过巨魔战将这个英雄的情况下 这个OG已经被打花了 这里蓝猫 直接一个人单杀了对方的萨尔 带着蓝猫 带着子愿的一个蓝猫的话 单杀像萨尔这种脆皮英雄 真的是太轻松了 传说中的手拿把钻 我这块军团直接是过来去强杀对手的这个 马尔斯 不过第一时间没有杀掉 这个是第一次军团决斗没有拿到瘟利 蓝猫已经疯了 也不是蓝猫已经打疯了 会玩的蓝猫啊 这个跟这个不会不太会玩的蓝猫 差距真的是很大的 你像妮莎的蓝猫和Miracle 他们这些人的蓝猫 基本上就可以称作 就是在职业比赛的这个级别来说 就可以说是不会玩 Miracle跟妮莎 这是两个比较标准的 根本就不会玩蓝猫的人 尤瑞这块她的TA目前身上的暗面是刚刚前够 刚刚前够 紫猫是做着自己的疯胀 下一个招目准备去补飞鞋 看看这边紫猫上来 但是这个残疑很难放啊 看看马尔斯 给上一套技能以后老奶奶直接突大 带走对手的一个军团 做多段的军团 无人能挡 被老奶奶直接给轰死了 549块钱到手 不过现在团队的经济并没有变小 就连蓝猫飞过来 直接给上紫苑一套爆发 最后人头的小松鼠的一个超远距离的狙击 苏美尔和妹B呢 苏美尔和妹B的蓝猫 绝对是打得非常好的蓝猫 但是这个 就妮莎和Miracle这两个人的蓝猫 真的不太行 这边蓝猫在交了队以后呢 选择是还要再杀你一个 还要再杀你就先不走 再杀你 这波漂亮 这波ATF跳过来的以后 这一个端 直接是把对方的小精灵给带走了 这梦战匠不声不响的 一个人把上路对方的上路二塔给带掉了 屏幕上这边出现了一行字 这个单带推塔 单带推塔 不是还有一个No One的蓝猫 No One的蓝猫那就属于是另一个级别了 No One的蓝猫跟 Nisha和Miracle的蓝猫还不一样 Miracle和Nisha的蓝猫 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们是 就是冲上去以后 能杀掉对手 但是自己呢 绝对回不来 Maybee和Sumiel这些选手 它们这个级别的选手的蓝猫呢 是 它们这个级别的蓝猫是 我冲上去 杀完人以后 我还能秀 秀完了人我还能回来 回来了以后 我还能找机会再秀人 No One的那个蓝猫呢 是就没了 就没了 你也不知道它干了什么 反正它就没了 看看这波蓝猫飞过来 直接找后排 局团决斗 找这个马尔斯 也是知道对方这个马尔斯 是一个搞事情的 就是先把马尔斯带走 所以子猫给了一个技能 空了一手 不过自己的队友 对面已经完全顶不住了 巨猫弹枪开大 追着他锤 TA已经是TP选择 是回到了自己家 中路的二塔 蓝猫再飞过来 找对方的萨尔 看见了 看见一下你就跑不掉 毕竟人家是飞的 这波打完了以后 对方的蓝猫超神 12杀0死 6助攻 6杀1死 9助攻的军团 3杀12助攻的一个小精灵 马尔斯是3杀5死 3助攻 自己队友这边TA是141 呃 紫猫是252 感谢 好大佬的 这好吧 应该姓好的 这位大佬的20澳元打赏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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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分51秒 踏了1万1的精力 最主要的是 对方的这个蓝猫 已经出到了紫园加BKB 军团现在身上的装备 也是在做BKB了 因为太有钱了 他原本想的是 我尽早出一个这个 魔精 然后结果发现 自己这块魔精都放在 预购栏里了 一看实游戏时间 15分钟 好像还有很长的时间 才能买这个魔精 所以干脆先等着等 先买了一个这个大斧子 不过在到了20分钟的这一瞬间呢 他还是把钱花了 还是把钱花了 先把魔精买出来了 这个 现在小机正在给他运 魔精这个东西 对于军团来说 还是前期 全期吧 不算是前期 全期只要出来了 开始 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道具 这种GOG没得翻吧 这种GOG肯定没得翻的 这帮年轻人 他们的这个阵容 心态 还有整个比赛 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这边Team Spirit 就没有给他们翻盘的 可能性 现在 Team Spirit这边 可以随便追着你打 我蓝猫子愿 加BKB的情况下 我真的是想杀谁杀谁 只要我想杀 我怎么杀 你现在萨尔都拦不住我 这小精灵连过来 先带走一个 然后这边给上一个捆 这个捆卷没有中啊 好神奇啊 这样的话 军团呢 这时候也没有找到 这合适的人不销 去教自己的一个决斗 剧魔战将一看 自己再不出来 只要比赛 好像就没自己的镜头了 赶紧出来 再找点事儿改 那是OG的阵容有问题吗 OG的阵容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就打不过 Team Spirit是正常的 你这个战队才刚刚成立了 你这些人 刚刚在一起打比赛 也就才两个月 可能会有人拿当年 Ti之前 然后OG那边Fly 他们出走 然后临时抓来了 安娜和Topson 这个事情来说事儿 但是 你要知道当时 就算是临时抓来了 安娜和Topson 安娜之前也跟他们 打过很多的比赛 然后呢 他们这个队伍里面 其他的人 是一直在这个队伍里面 在打比赛的 他不像OG这五个人 全是新组的 军团直接跳过来 一个决斗 拿到一波攻击力 没滋滋 现在因为已经有2G大了 所以这个决斗 一波也是可以达到 20点攻击力 看到蓝猫在下路 这里又是抓到了紫猫 紫猫这块风筝吹 在自己落地以后 直接被对方一个秒捆 捆住 没有来得及 去用自己的技能闪身 多伦多东京的蓝猫怎么样 多伦多东京的蓝猫是这样 因为我看Team Spirit的比赛吧 比较少 比较少 所以我现在还没法去给出一个 就是有足够说服力的一个评价 这一场 我只能现在只能说 就是这场比赛 他的蓝猫打得非常好 我给大家说的 不管是No One的蓝猫 不管是Nisha的蓝猫 还是Miracle的蓝猫 Maybee的蓝猫 Cimeo的蓝猫 都是我已经看了 他们打了无数场蓝猫的 一个基础之上 然后我可以横向的去对比 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知道他们是打得非常好的 但不是都打得很好 就是说打得好的这部分 我可以确定他打得很好 打得有问题的 我也知道他有问题 你要有一个横向的对比的 一个东西出来 但是多伦多东京的蓝猫 我到目前为止没看过几场 中路蓝猫爆了紫猫 中路的蓝猫打爆紫猫是正常的 这几只猫中单对线最强的 就是蓝猫 没有之一的 蓝猫的对线强度 是要明显要优于另外三只猫 而且土猫基本上不走中 对火猫和对紫猫都是蓝猫的优势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是正常的 一断飞走打别人 这个分工确实是太明确了 而且这一波军团又是找到对方的萨尔 直接给上决斗 蓝猫这个时候开始BKB 开始去打你的马尔斯 这波哥伦多东京 他对于对方这个马尔斯真的是 调戏了 真的是在调戏对手了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 随着欧击打出谷GD 就双方第一场比赛呢 是Team Spirit 以一个完完全全的碾压态势再走队 好吧那么这样啊 双方比欧三的第一场比赛呢 结束 看看下一场比赛会不会打得同样的轻松 不管怎么说 这一场比赛看起来的话 给人的感觉还是差距非常非常之巨大 另外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 就除了这场比赛以外 另外给大家说有意思的点 就是现在在西欧赛区 DPC联赛上面表现比较出色的战队呢 就是OG和TE两支战队 TE在这一届深渊联赛 第一轮比赛就遭遇了Spirit 被Spirit吊打 然后这场比赛呢 第二轮比赛OG面对Spirit 目前第一场比赛看起来呢 也是一个单方面的暴打 如果这两支战队都被Spirit给干掉了的话 那么大概率我们可以说 Spirit这个战队 现在如果他们再跟西欧的赛区去打比赛的话 应该是无往不利的 而且应该是一个碾压 他也是获胜 目前可能我个人感觉 能够给Spirit这个战队 在这届比赛当中产生一些干扰 影响队伍的话也就是只有秘密了 但是现在秘密本身的状态不够好 秘密的优势是在于这支战队他们的比赛经验方面 要比另外的这几只队伍强一些 但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比赛状态也很难去说他们一定能够去对这个Team Spirit有什么胜算 再加上Spirit这个战队刚刚拿到了TI10的冠军气势如虹 加上这些年轻人自己的自信都建立起来了 自信建立起来对于打Dota2比赛 或者打其他的电子经济类游戏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就是我能打爆你 我知道我能打爆你和我能打爆你是两个事 我知道我能打爆你我就会主动去打你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上的变化 好了那么这一场比赛先给大家聊到这里 咱们稍着休息一会带来双方BOO3的第二场 将下一场比赛能够更加的精彩 今天如果时间允许给大家播两轮比赛 第二轮比赛是秘密对战Nigma的比赛